主持人 子女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聪女狼的频道 今年要跟大家讲有关 寶宝 声事告知的事情 因为之前其实讲了非常多 我们的宝宝要来临了啊 那还有分享过一些律师的这些问题 激情收养 有一个流程很重要 就是声事告知 将来要走激情收养的时候 怎么去跟孩子告知这个声事 会是一个蛮重要的评估的事 所以 声事告知这一题 我们就想说跟大家讨论一下 好了 我們現在就來分享一些 我們小時候的特殊案例 會這樣分享其實是因為 其實不管同性異性家庭 其實我們後來發現都有一些 紳士告知的議題在 自己小時候是如何被告知紳士的呢 或者是說如果你的紳士是比較特殊的 怎麼被告訴的呢 這經典的分享就是 開玩笑的那種 小孩問說自己是怎麼來的 哈囉 色童姐來的啦 或是送子鳥送來的 或是有一天不知道 有人按電鈴門打開 你就在門口 你在門口了啦 隔壁阿姨送你來的啊 就是不好好回答類型的 就是 對 你有特殊案例想分享嗎 有一個是我蠻不錯的朋友 他家就是他跟他妹妹 兩個姐妹這樣 然後跟爸爸媽媽 然後爸爸媽媽跟姐姐都很會讀書 就只有妹妹不會讀書 爸爸媽媽姐姐都很會喝酒 妹妹不太會喝酒 他們就有一點自己在開玩笑說 啊妹妹好像不是親生的 對對對就是撿來的 然後妹妹也無所謂 她已經放棄掙 然後就直接講 對 我已經沒有要找我親生父母了 所以你們就任命一點 該付錢就付錢 該養我養我 該讓我撐飯就讓我撐飯 我反正是沒有要找親生父母 這是比較特殊啦 很常問到的時候 不知道什麼家長都 很多案例是會說垃圾桶撿來的 隨口回答這樣子 這應該很多人都有經歷過吧 那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我小時候後來大概到我可能高中左右吧 才一直知道說 原來我有一些同學家裡是屬於 私生子女的部分 那就會變成是說 他從小的環境就會 爸爸一直不在家 就是他知道有爸爸有媽媽 但是他覺得他的爸爸好像不像其他人 爸爸都跟媽媽住在一起 好像都有一種規律 就例如說可能是 每個禮拜幾的什麼時間才會過來 他就覺得很奇怪 其實小朋友都很聰明 他就算當下不知道 他未來懂事之後他遲早會知道 對 就是其實後來我知道我這些同學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 人生的哪一個時期被告知說 他是被告知還是自己知道的 我真的有一點忘記 因為高中路有點遠 但是我想表達的是我好像知道他們是一開始不知道 後來才知道 家長好像會覺得 你不懂啦 就跟你講 可能你要搭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我才會覺得你現在應該聽得懂了 或者是你反問了我才回答 就是他們其實好像也沒有被好好深思告知這樣 就是除了同志家庭之外 那其實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就例如說像是士官嬰兒 現在比較還好 但是那個時候 在我們小時候很特別 士官會比較特殊一點 知道同學是士官嬰兒 好像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只是會問他什麼是士官嬰兒 或是會問老師什麼是士官嬰兒 然後老師就會解答 或是他本身就會解答 我其實身邊也有一個 但真的很少 但知道我自己的反應是 哇好酷喔 就這樣沒了 就看一看他覺得好像也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自己身邊 你不講我還不知道 他也不是自己到處跟人家講說 我是士官嬰兒 他就只是家長會特別跟老師說 他的告知只是想要說 這個小孩是得來不易啦 我覺得那個年代的士官 可能技術又更不純熟 以前的成功率一定是更低這樣子 很不容易的 所以他就是特別有講 那可能老師 或者是家長們之間會傳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喔原來這個同學是士官嬰兒 那其實也沒怎麼樣 他也特別優秀 對啊就是沒什麼特別 他長得也就是一般人的樣子啊 你只是會覺得 喔士官嬰兒到底是什麼 好想知道 但以前就是我也只有一個同學 我知道的是士官嬰兒 那他有因為是士官嬰兒有被特殊待遇嗎 其實也沒有欸 我覺得就是非常一般這樣 那講了這麼多例子 其實只是要告訴大家 今天撇除同志家庭 其實就像是一般家庭 他們還是會有一些 包括我們自己小時候也會 遇到 當然大家會好奇說 同志家庭的生事告知是因為 很多人會替我們 預設以及擔心說 你的小孩因為生在同志家庭 所以他以後一定會被歧視 一定會被霸凌 一定會被排擠 或是你們遇到這個情況要怎麼做 當然其實我至今還是不太明白說 為什麼大家好像一定要預設說 同志家庭的小孩就一定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其實只是要把重點放在 歧視本身這件事情 有時候和你的家庭不同 那當然他會因為喜歡你這個人 或是不喜歡你這個人 而去找任何你身邊的 包含你的所在家庭去做攻擊 其實不要再講家庭這件事情 我要歧視你的時候 我可以用任何理由去歧視你 取決於我喜歡以及不喜歡你 舉例來說 今天我要歧視你這個人 先不論我的家庭 我今天不喜歡你 欸我不覺得他那個髮型很壞嗎 女生不是應該要留長頭髮嗎 應該要剪這個頭而不適合他 刻板影響 重點其實應該在 如何杜絕歧視 而不是在 同志家庭這本身 我覺得是教育的問題 我們被教育成 可以表達自己的喜好 你有權說你自己的喜好 但是不喜歡不代表你可以攻擊別人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一點 很多人會把他誤會說 或不只是在表達我的不喜歡 可是你表達你的不喜歡 不等於你可以去做一些 傷害那一個人的事情 搞聯合排擠 或是故意去弄亂他的書 破壞他的書 那已經到破壞財產 是有誤的狀態 你表達不喜歡 你可以講不喜歡就好 不需要做到人身攻擊 我覺得重點是這一個 講了這麼多大道理了 請問你要如何 對你的小孩進行這個 身世告知 其實我記得我們之前一直有一些問答 被問到這一題 我們都直接講 我們會誠實告知 但是我覺得大家好像 不理解什麼是誠實告知 他想要知道你 我要break down他了 對你要break down 要怎麼講 請講 我現在是個baby了 長大了會講話了 為什麼別人家都是 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我是兩個媽媽 我如果要誠實講的話 我只是在想我要從 多元頭開始講 可能會跟他介紹 OK好一般來說 小孩的起因來自於 精子與卵子的結合 那精子通常就是你同學的爸爸 卵子就是你同學的媽媽 他們兩個做一些 沒有避孕措施的 進行為之後呢 就有機會 懷孕 受精卵就會變成一個小孩 我知道這有點無聊 對不起 這關係到這個小孩幾歲 好啦你講 你在那邊笑 你講你講啊 真的很難欸 就像你說你不知道這小孩 現在是幾歲 能夠理解到哪裡嗎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嗇按下訂閱 大小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呃 你現在是寶寶嗎 對我現在是寶寶媽媽 你說我在聽 就是每個人家庭是不一樣的嗎 別人家庭可能是 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然後我們家家庭就是兩個媽媽唷 我知道 我應該會用更有趣的方式跟他說 你的同學都是他家長愛的結晶 那只是說他的家長是一個 男生跟一個女生相愛 你的兩位家長是兩個媽媽的相愛 然後並且通過試管的方式 欸你這個真的很厲害欸 面面俱到有點像是講到 家庭形勢 然後又講到生物的道理 兩個面相都一起學習到了 我就會跟大家講試管 我不確定他那時候年紀能不能理解 但就會跟他講過程就是 媽媽要打針 然後要吃藥 然後要讓醫生檢查 身體素質OK的時候可以取軟 取軟之後這個軟要搭飛機 搭到美國去 然後冷凍 然後再 不管 我就會用這種方式講 開始講他的 怎麼結合買的精子 幫他挑DONUT 然後我會開網站給他看說 我們的DONUT長什麼樣子 我會讓他知道 對其實我們會讓他知道 我會讓他知道 我會開那檔案當初都有存下來 我就會開給他給他看 然後甚至那些報告 我會跟他說 這個報告是怎麼形容DONUT 包含他眼睛他的頭髮顏色 真理的父親大概是長的是什麼樣子 報告我就會從頭到尾每一份都告訴他 全部都講完OK我們選了這樣的精子 實驗室就會把他精卵結合 就會變成瘦精卵就是他現在那個樣子 我會再開我們那時候的瘦精卵的報告 告訴他是哪一個 等一下其實我有話要說了 我現在覺得 小孩以後可能聽過一次之後就會 很怕繼續再問這一題 因為你感覺一講完就會講兩個小時 因為你要佐證的資料很多欸 我很認真我會跟大家講 編號幾號 他的數值是什麼 他做過哪些檢測 從他還是一顆蛋的時候 其他姊妹在其他的地方 達特厚有把那個練一下他的照片 放大照片 我會把他給他看 我跟他說 你同學還不見得有這個東西 對你同學絕對不會有 除非要做試管 對OK然後媽媽要繼續打針吃藥 直到醫生覺得媽媽的狀況 可以放入恭喜的時候 把他放進去 那怎麼放的就是開影片給他看 如果他真的很有時間 我就可以陪他這樣解釋 放進去之後呢 他就成功注射阿拉拉 我不確定他能不能理解這一些 但是他只要聽完之後長大 所以他理解力增強 他想要再問 我就會再跟他講一次 一五一十的告訴你這樣 他可能可以跟我說 這一part我已經理解了 我不理解是哪一part 那我就會再解釋後面那一part 因為他的理解會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也許有些並不是你講解的範疇內的 對我們兩個人的概念 是走一個誠實告知 因為這是事實 沒有什麼好去隱瞞他 或者是隨便回答他 我覺得這對他來說 他會問他想了解 我覺得都是好的 所以你已經解釋完誠實告知的原因是什麼了 是嗎 不小心就解釋了嗎 這樣算是有解釋嗎 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本來就打算要誠實告知 很多人會用善意的謊言來包裝謊言 善意的謊言還是謊言 你所謂的善意其實是家長單方面的一廂情願 但是它是一個謊言 這是不便的事實 可是你的善意對小孩來說 是不是善意其實未知 那我覺得事實來說它是不便的 你今天不告小孩這個答案 他最終你會發現這個答案真的是真相 那我覺得與其讓他之後自己去挖掘 讓他覺得被騙 不如一開始就讓他理解 那他會有辦法 知道自己的狀況就有辦法去應對 知道說他要怎麼去處理這段關係 他跟他的人際關係吧 我其實很想表達的是 因為大家很愛問我們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兩個的答案其實就只有一個 我們甚至沒有想過其他一個 就好像沒有覺得有任何其他的選項耶 我也很常在想說 你們難道有好多個選項嗎 會不會大家會這樣問 就是因為小時候太常被嘴口告知了 所以說才很想問我們 或者是說大家會不會擔心說 怎麼跟小孩講doner的事情 一樣如實已告 對 就像我剛剛會很有實驗精神 我會把所有的資料彈給他看 我也不讓他知道 就是知道這個事實 我們也沒有做什麼不合法 或者是偷雞摸狗的事情 如果是光明正大我都希望 你可以知道你是怎麼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其實也有人會問說就是 你會阻止小孩去找他的生父doner嗎 你的答案是什麼 小孩成年了他想做什麼我都支持他 但是我會很明白告訴他 doner他其實是受美國法律那邊的保護 他不願意提供資料 你很難有辦法去聯繫上他 而且其實我覺得這也不是 只是小孩的意願而已 你有沒有想過人家doner的意願 我今天做這個捐禁這個動作 我之所以匿名 過去不想要被找 但是我告訴這個小孩 我們所知道的事情都是也是合法 都是doner願意提供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有站在 doner願意被尊重的狀態下去告訴小孩 當然小孩你有什麼法術 有辦法知道有辦法查到這個doner ok 你厲害 但是我一定會告訴小孩 你要去尊重人家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不能說自私 就像有一些家長 他生了這個小孩之後他就跑了 僅存的那個家長可能還是可以講說 你的另外一個家長是怎麼樣 你可以去形容 但是小孩也不見得能夠找到另外一個 他就是被拋棄的 這種也都有可能 我覺得假設情況太多假設不完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再更友善一點 如果覺得這社會不夠友善 那我覺得那是我們大人應該要去努力 推動教育 互相尊重這種包容這種社會風氣 接納度啦 我覺得這是大人該做的 你會跟老師講嗎 就像那個士官的家長 這個也是很經典的 大家會問我們問題 你會怎麼說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們的家庭是兩個媽媽 例如說遇到我父親節的時候 希望老師可以多提點整班的同學 每個人家庭不一樣 有些人家真的沒有爸爸 希望不要讓我的小孩好像變得很奇怪 很特別 大家會覺得他沒有爸爸可以畫 我們還是可以給小孩看 Donner長什麼樣子 他也可以畫這個Donner 其實有很多這種方法都是 要跟老師一起有對策 那你會願意說 如果學校有訪談的話 你也願意當那個什麼 讀故事的愛心媽媽嗎 我看似很慢 重點是分享家庭的多元 你會願意講給這些小朋友聽嗎 我會願意 就像我說的就是 歧視這些事情就是來自於 不喜歡嘛 本身恭喜的人格特質就是很吸引人 受歡迎 他可能會覺得兩個媽媽很酷 因為他們喜歡恭喜 對 一題兩面 事實都是一題兩面 然後他就會喜歡你的家庭 如果今天大家就是 不知為何討厭恭喜 那兩個媽媽只是 又多了一個被攻擊的目標 今天討厭你 我想攻擊你任何事情都可以啦 不然這件事情不會存在於以前的家庭 有霸凌 有歧視 現在也還是會有 這就是想要改善的部分 這才是我們都覺得應該要 好好杜絕的歧視跟霸凌這樣 好 今天分享會不會有點沉重 不會啊 我覺得就是大家會問這個問題 我們只是 終於有個機會可以好好解釋 因為誠實告知整件事太籠統了 就只是希望我們今天這樣 break down可以幫助大家理解 就好好看完這支影片 好不好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想說掰掰 歡迎訂閱分享 那麼請看一下 鈴鐺 馬鈴鐺 加油 小鈴鐺 小鈴鐺 夠了 使用